如果我要把这个名次排名 我希望把那个就是排名在前七名的部分 做格式的话 意思就是说 这个地方 如果他排名 因为我主要是要找这个前面的号码 所以一般是这样 就是说 如果我今天希望他的名次 是排名是前七的 就是一到七名 帮我用那个黄色的底色 假设这样的需求 那当然不是叫你突发链钢 不是叫你黄色 就是油机桶填一个黄色 然后看到前七名 填一个黄色 那变成你要一个一个用眼睛去找 以后资料量大的时候 你怎么用眼睛去找 光看就看到头昏脑胀 所以不是这样 那有什么方式可以办到 一请各位注意一下 有一个方法 这边叫设定格式化条件 这边有个叫新增规则 主要是利用这个方法就可以完成 但是这个方法有点 要注意一些小动作 可能要注意的 第一个的话你要先 你要先选取的是 告诉他说 你要从哪个范围要做格式化 所以你在设定格式化之前 要先给他一个范围 那我的范围是从一二到最下面 就是这个名次 cnts 向下 先跟他讲说 我这个范围要增加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呢 新增一个规则 这个规则特别注意 当他的范围是小于等于7的时候 小于等于7的时候 那就帮我格式化 所以其实你可以针对这个里面 做除春格的范围 当他是小于等于7的时候 做什么呢 做格式 所以这个条件为 为真的时候 那就是 帮我填满 填满就油漆桶 字型就是颜色 字的颜色 那填一个什么呢 黄色 这样我可以按确定 所以这边其实只要用这一招 子格式包含下面的储存格 哪些呢 就是当他这个储存格里面的子 是小于等于7 就变成有底色 其他如果不是小于等于7呢 就没有颜色 试试看 应该这个逻辑可以理解 我给他确定 好 有没有 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1到7 都不都OK了 所以特别是设定格式化条件 这边新增规则就可以达成 但是 这个我本来是这样做 我后来又有个同学 他说 老师这样有点不太合理 其实我们主要不是要名次 我们是要前面的号码 所以应该怎么样 应该填颜色应该填到这里 不是填在这里 填在这里 我还要再往这边看一下 如果已经填到这里 我就直接看号码就好了 一定会比较方便 所以 第一个方法 就是被查 我们知道 但是问题是 我先把刚刚的规则 如果要把刚刚的规则删掉的话 就清除 清除哪里呢 清除要不就是 清除整张工作表的规则 恢复了 刚刚的规则你不能直接把油漆桶刷掉 一定要从清除规则里面 然后再来的话 如果我今天希望用什么 刚刚的规则 这个地方可能做法又不太一样 特别是刚刚是我们先选这个范围 但是呢 我现在要的并不是这个地方 所以请特别注意 你不要选取这个范围 你要选的范围应该是选这个范围 所以请你把它改成前面的号码 OK 那再来的话呢 一样做新增规则 刚刚是格式化 包含什么下列的储存格 然后我们是什么 刚这个储存格的值 小于等于7的话 不过你会发现 我们现在选的这里 可是条件在这里 要格式这里 条件在这里 所以你如果用这样的方式 你会发现结果会不会对的 它变成这样 123227 为什么 所以如果说 你要做正确的话 这个地方可能相对比较复杂一点点 因为你必须新增规则的时候 请你要改成 不能用这一个 底下还有没有 这个也不行 前面10% 不是 这也不行 所以前面几种都不行 一定要用最后这一个 这个也是最难的 使用公式来决定格式化哪些储存格 特别注意 这个地方的话 如果你最后 你就要输入公式 公式怎么下 特别注意 你就是等于 先输一个等号 等于其实在这个叙述意义 就是当什么 当这个储存哪个储存格 1 2 所以特别注意 我是不是A2 我是E2 所以你今天跟他讲说 我从E2开始 那E2指的是 这个范围的开始 所以他会先抓这一个 然后条件在这边 那下一个下一个 他会自动往下 跑的范围就根据你选的范围 如果你选了42个范围 他就跑42次 那这个E2指的是 第1个储存格 第1个 所以他之后会自己往下 变2变3 3变4 一直到最下面 变143 当E2 如果怎么样 小于等于7的话 特别注意 你必须要在这边 后面给他一个条件 请注意一下 前面这个等号一定要有 有的同学说 这边有等号 然后就有时候就把这个拿掉 这样就不对 这个一定要有 这个有点像当 什么条件发生的时候 当这个条件发生的时候 再去设定格式化 格式化成什么 这个 这样就OK了 有点不好记 因为这一题 其实差一个步骤就错了 意思是说 1先选取A2到最下 然后在新增规则里面选这一个 然后输入第一个储存格 小于等于7 他会一直往下找 好 那试一下 按OVOK的确定 你会发现 这个时候格式化 有没有 就变格式化这边 也就当什么 他就往下找 找到了这个7 他就把他格式化他 有没有 所以特别之后他可以不同栏的格式 不同栏格式的话 一定要用公式 OK 所以再把重点回顾一下 1先把这边感受去向下 2新增规则 3公式 4的话输入刚12 12指的是他的第一个储存 依然的第一个储存 这条件小于等于7的话 设一个格式就好了 这样就OK了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这个是如果要用设定格式化 而且格式化不是排名 你这格式排名是前7名的那些号码 那记得用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很重要 也非常好用 因为以后 你只要资料里面有类似的 就是你要格式化的蓝 跟你要选取的蓝是不同蓝处的时候 那你记得就要善用这一招 用这一招就可以解决很多的问题 这个我想工作上还蛮多地方会遇到的 如果因为你如果不会这样的话 那变成你要土把链钢 土把链钢就意思说 你要自己模拟 自己要用眼睛去判断 然后用眼睛 再用手去把它颜色 那这变成你就是电脑了 你自己变电脑 所以未来很多工作 为什么会被电脑取代 其实主要并不是被电脑取代 而是说 你需要有人去撰写对应的程式 让电脑知道你要做什么 所以背后还是有非常大的需求 是有人去把那些背后的那些指令 那些程式给撰写出来 也就是说 以后并不是人被取代 而是人跑到幕后去下指令 让电脑知道要做什么 所以其实这个部分变成说 如果你会 那你就会相对有一个工作机会 而且不止一个工作 就很多工作 就是你 相对会有机会 如果不会 我想未来你会有 这个就业站的问题 所以这个 也是学校之所以 会把那个程式设计 列为必修的主要原因 那请各位先试着 把刚刚的这个部分先完成看看 了解一下设定格式化条件 提到这种程序 这一步就能为你 听口识的东西